它有天比較累 那我就會把它炸一支針 帶在這邊 4 5 7 有沒有比速度 要比速度嗎 它會越熟練就會越快 4 5 5 6 管用迷惘師的手腳有沒有靈活 很多研究都會發現 阿塞摩症的病人的初期 這個編織體有點回縮 多走路的話真的可以刺激嗎 這個我們要看看 就專家的角度 今天亞方 耀音機眼鏡 恩赤芳 大家好 我是亞方 觀眾朋友 今天我要說的主題 和我現在手上拿的 這可愛的海馬有關 海馬如果就中醫來講 它是可以補腎器 可是它卻長得像 我們在腦部裡面的一個部分 如果這海馬掉下去 那就慘了 你可能忘了自己是誰 也忘了周邊的人是誰 所以我們今天好好的來 來補腦 好 趕快來歡迎說 我們雙方醫院神經科的主任 胡超榮醫師 歡迎胡主任 好 胡主任 年輕人還有專業 第一 本來我們的節目裡面 他告訴我們 怎麼樣的預防失智 第二位要跟大家說 你平常怎麼好好的補 不可以補 那是不是以型補型 這海馬可以加進去 等一下請教的是 我們中醫師王順維醫師 黃醫師好 你好 好 中醫之外西醫也來囉 我們要中西醫一起聯合對不對 台灣養肌經會的吳應榮博士 歡迎博士 哈囉 大家好 好 最近在國外很流行說 你要防失智很簡單 不用擔心 你只要走路就對了 今天我們跟台灣最高走路 一位好朋友 孫正春老師 請來了 歡迎孫老師 孫老師 癌症都怕他 所以你說要不要走 當然要走了 好 吳博士 吳老師 剛剛我們在錄影的時候 今天是1月6號 爆炸憲罪 又嚇到了 這個新聞 這個太可怕了吧 要跟大家講一下 注意一下 失智 失智如果你們家是住在 大馬路旁邊的話 家住大馬路旁 失智風險更高 本來是說你住在重工業區 可能危險高一點點 可是不是喔 如果你住在大馬路旁 趕快 PM2.5 這個等一下請我們的主任 中夕一起給大家解讀一下 不過先來看一下數字 也很可怕對不對 你不要小看那個1% 為什麼呢 在最新的統計 主任是105年對不對 你看喔 每3秒全球新增一名失智者 再來 105年每100人 這台灣 就一個人 講到失智呢 其實會讓人覺得很遺憾 就是應該說這部電影 大家看的都很有感 對 很有感 女主角是朱莉 朱莉安摩爾 安摩爾 因為我們剛剛還在想半天 結果是主任告訴我 對 果然是神經科的主任 可能記性症比大家好一點 那大家看了之後 都痛呼流離 可是她是先天性的 是早發性的 她是早發性 因為她本來很 她語言非常好 很會演講 在演講過程中 突然有些詞句 她擅長的東西記不起來了 對 對 她開始口中 就是開始講的 你該記得的時候不記得 或者是串不起來 不過我後來看 我回想起來 好像到那個時候 我就比較嚴重一點點了 是不是 那怎麼辦呢 失智我們要預防 可能要先知道說 它一些危險因子 或者說 遺傳的機率到底高不高呢 對 遺傳其實我們 可以分兩個層面講 一個是 我們叫做家族式的失智症 那就是因為基因突變所造成的 那這一類的病人 並不是很多 在台灣大概 所以像電影描述的這一位 這位 女主角的故事是比較少的 對 少見 在台灣大概十幾個家族 但是大家看了都 痛哭流涕 對啊 覺得太遺憾了 對 另外一個層次講就是說 如果你的家人 如果有失智 當然你還是有增加一點點風險 風險 但是這種風險其實是不高的 主任你覺得現代人 現在風險比較高的是什麼呢 包括你看我這邊列出很多年齡 心血管疾病反正三高嘛 對 或是用腦過度過老等等 是不是這個機率 反而比遺傳還要大呢 對 我們也認為說 遺傳當然有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是在其他的 我們可以做得到的 可以預防的危險因子 其實有包括 把心血管疾病好好控制好 然後避免腦傷 然後過一個比較好的 健康的生活型態 比如說多動身體 多動腦 那有很好的營養 健康的營養儀式 那這個都是 預防失智症最好的方法 好 當然這裡面 可能三高的朋友要注意 對 可是我們剛剛一開始就拿到報紙 就是我們錄的時候 那天是當天最新的訊息 等這個PM2.5 不管是說對乳癌 或增加失智的風險 好像這個原因 越來越多被討論起來 主任你怎麼看呢 真的嗎 住在大馬路旁邊 對 剛好我也看到這篇報達 在加拿大的一個醫院所做的研究 那的確是 可能空氣污染本身 或者是噪音本身 可能還是對我們的認知功能 還是有影響 或者是腦的退化還是有影響的 對 那這個當然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 不過我在看到一些實驗室裡面 就是老鼠的實驗裡面 的確在空氣污染 的確會造成腦的退化比較加速進行 是喔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失智症發病 10年前它就會有徵兆 10年前耶 主任這個可信度高嗎 這個大概是基於科學的研究 就是說 在國外有些研究 它是遺傳性的 就是家族式的失智症 那它在 它這些還沒有發病的小孩子 去在10年前做了一些檢查 就會發現他們其實還是 跟正常人還是有一些差別 所以得出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說很多失智症的症狀 或者是腦的病理的變化 可能在發病之前10年 或更早就已經開始進行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 剛才講的失智症的危險因子 就是預防跟控制 其實在年輕人 中年人都要開始做 OK 不要等到它失智了以後再來做 那很久為始已晚 對 真的是這樣 可是有時候重點 可怕的就是說 你在不知不覺中 你已經是有失智 你已經失智了 對 你還不知道 而且是不是女生會多於男 會嗎 我看到數字是這樣 女生會多於男生 真的嗎 真的嗎 對 在國內外的研究都一樣 在台灣 包括台灣也一樣 大概施症的病人的比例 女生比較多 所以那個100個裡面有一個 對不對 如果扣掉那個年輕的小孩 或真的 是是是 我們女生的風險好高 對啊 其實我覺得講一個玩笑話 好 因為女生在我們的傳統社會裡面 負擔的部分 壓力比較大 對 所以基本上他們會比較 打個開玩笑說 比較希望趕快忘掉那些 記該記就好了 開玩笑的 很好開玩笑 對 我們在中醫來講 先天跟後天 整個的身體的那個 船的那個 內在就有先天跟後天的因素 那我們剛剛講的遺傳 是先天因素 但是那先天因素 剛剛趙主任有講了 其實比例不高 但是後天施養 我們講的是後天施養 在中醫講的那個 是說後天施養 它可能會造成了這些 這些濕質的一個存在性的 一些危險因子 那所以 它在那個危險因子裡面的 所有的這些都是 因為後天產生的一些 失去一些滋養 失去一些平衡 我們中醫一直講的就是平衡 對 所以後天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對 其實吳老師有看過不少的Case 對不對 那真的是在10年前 我先不講說 這是不是跟遺傳有關 是不是其實有錢 就是它的警訊 或錢照都開始 只是旁邊的人沒有注意 其實我家裡有長輩到八九十歲 它又開始會 我剛開始會覺得說 它是不是記憶力不好這樣子 然後會一直問 今天禮拜幾 今天會一直重複的問 可是如果以八九十歲的長輩 記憶力衰退是正常 對 大家都會這麼覺得 會覺得是正常 對 老化的現象 然後後來就是家裡的長輩 會開始就是會懷疑說 是不是別人偷他的東西 他可能忘記 他把東西放在哪裡了 這個就比較有一個明顯的區別了 對 然後就會開始 就是說 是不是就開始會有戒心出來這樣子 他可能自己藏東西 想說那一刻他覺得說 他把東西放在某個地方 對 可是他後來自己忘了 他就以為是別人偷他的東西 比如說私房錢以前藏在哪裡 他都知道 但是後來他真的找不到 會不會 忘了他藏在哪裡 會會會 還有嗎 這個忘了藏私房錢的地方 這是不是之前照 警訊 是一個警訊沒有錯 就是常常在找東西 就是一個警訊 真的喔 常常在找東西 對 對我們來講 這太平反太平常了 不過就是我們在 所以要補養了 對 主任你講這樣 讓大家會覺得很緊張 對 可是你要告訴我們怎麼辦 真的 OK 常常在找東西 對 就要小心喔 對 其實這樣 就是我們對失智症的 在臨床上的診斷 分成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 他的認知功能是不是有退化 對 特別是記憶 比如說你找東西是一個 可能是記憶退化的一個現象 第二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他有沒有影響到 我們的日常生活 包括一些工作能力 這些自我照顧的能力 如果這兩個同時存在 我們才會想說 這個病人 這個人 有沒有得到失智症 另外一個 失智症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要跟過去的自己比 對 不要跟同才比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一個八九十歲的人 他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其實 他也許原來的功能非常好 對 我們講 我剛剛講那個海馬蝗 海馬 老師幫我拿一下 海馬是我們吃飽 對不對 可是它長得跟我們腦部有一個地方很像 所以因此我們把它取得叫海馬蝗 首先給我們看 如果就是這個地方 頂大器 我們大家說頂大器 你可能就有這個失智的問題 對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個是腦的解剖 那這個前面 最前面這個地方我們叫做蝗葉 對 那它的長相就長這個樣子 那在它比較底部的地方 會有一個叫做孽葉的地方 那孽葉在最靠近這個爐底的地方 有一個結構 就叫做海馬蝗 那這一部分就是跟我們的這個 記憶最有相關的 是 特別是我們的比較短期的記憶 所以我的病人常常坐下來跟我講說 他七年抗戰在哪裡打過仗 跟過哪一個將軍 對 然後我問他說 那你昨天晚上跟誰一起晚餐 他完全就講不起來 對 主任我們來拿到這邊來看一下好了 好 來 我們上前來了 所以 其實我們剛剛講這個 前面叫做蝗葉葉對不對 也有蝗葉葉的失智 如果說你會覺得這個人的性格一直在改變 可能是在前頭這裡出了問題 是不是 那還有這個是海馬蝗 這個嗎 是 在這個地方 這是海馬蝗 OK OK 好 你不要看喔 就是這個小小的一個部分 我們講就是我們那個電腦裡面的CPU 就中央處理器的部分 它會把很多你今天接收到的東西放在這裡 儲存 然後儲存之後幫你 應該怎麼講 我們講直接就是幫你分解分解 再處理之後 對 然後再儲存起來 對 可是就是這裡 沒辦法處理了 所以它放 放不進去 以前的都還在 還要存在 但是現在要進來的進不來 對 為什麼那個阿伯會一直講說他抗戰了 他寄到抗戰 可是昨天吃了什麼東西他忘了 對 那這個就是海馬蝗有問題了對不對 對 那如果是阿滋海默 或者是有血管性失智又是怎麼區分呢 對 那血管性的失智症就是說 有一些病人他是因為中風引起的 那腦的部分被受到傷害所造成的症狀 是 那當然有可能一部分是海馬蝗 海馬蝗這邊 中風的梗塞的出血了 當然在別的地方也有可能 比如說在額葉出血 它也會影響到額葉的功能 這是有受損 應該腦部有受損所造成的 因為中風所造成的損傷 對 那阿滋海默呢 阿滋海默是一種對話 我們反而就是這個海馬蝗 對 對不對 處理器出了問題 對 那這個是不可膩的 對 到目前為止 我們希望 將來是可以膩 現在是 目前現在在漏的時候沒有油了 對 它只能夠說 Hold住 對 盡量用飲食 運動 那能不能 會溜滑梯這樣子溜下去嗎 對 我們只能讓它溜得比較慢 我們沒辦法讓它不溜下去 對 好 如何趨吉避休 就如剛剛我們一開始 今天為什麼要請 恰卡先生來是 有 注意的 有幫助的 那我們先看一下 赤腳走路可以讓腦中的平肢體 受到刺激 可以讓我們腦部的血流量增加 那是在哪個地方 OK 平肢體就在我們 兩個大腦半球中間 做連結的地方 這個地方 那其實很多研究都會發現說 在阿塞默症的病人的初期 這個片子體有點萎縮 所以它兩個腦的這個協調性會變得比較差 在無論我們做這個腦波的檢查 或者是用功能性的核實共振的檢查 都會發現這個現象 就兩個腦的相互之間的連同就會 功能變得比較差一點 這部分事實上就是偏肢體重要的功能 那如果多走路的話 真的可以刺激嗎 這個我們要看看 就專家的角度來看 對 應該是有機會 對 有 因為總是有保備 對 足底根的一些穴道 是跟腎臟系統有關係 就整個會輸送到大腦 會通就對了 好 所以現在多走路 真的是有益健康之外 還可以刺激我們腦部的血流量增加 對 防濕症 我們要怎麼走呢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講 你如果要防濕症趨急避症 有幾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走路 光腳壓 還有兩個撇步 我們先給他賣一個關子 再跟大家說 那今天為什麼要請到我們孫老師呢 其實是有原因的 孫老師呢 五歲時 得了一個什麼 膏肓病 膏肓病 剛剛已經講 膏肓是我們後來這裡 後背 怎麼會有膏肓病 很少聽到 對 那是什麼 少人會得這個病 對啊 病入膏肓 很深層的疾病 很深層的疾病 高度正好不夠 但是硬是想要把它拿到 結果忘記說 椅子的前面 那個是沒有腳的 結果踩到那個 就往後就晃倒 那麼巧 後面那個柱子 正好頂到 我的這個背部 那個時候肩胛股全部打開 然後直接就戳到 現在叫做走背第四肋肩 對 直接戳到最深層的卡樂肌 對 所以當下摔下來的時候 就是變成啞巴 但小孩子 我才會變成啞巴 只是這樣 但是呢 到了第二天 有聲音以後 就過去了 都不聽喔 就是 就是變成沒有聲音 十三歲 都不會痛嗎 都不會痛嗎 那個時候 最明顯就是沒有聲音 然後十三歲 現在是嚴重內傷了 對 十三歲的時候就發作了 所以從十三歲到現在 我的走背 肩胛骨的裡面 深層的那個位置 從來沒有停止過痠痛 我運動那麼多 對 我的生活的一種調整 都是因為 內部這個位置 隨時在跟你 抗疫 就是 好像說 叫你 要怎麼辦 要怎麼辦 就是這樣子 孫老師呢 今天千里條條 從你來 沒有穿鞋子 你看 車比較鮮 我們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你不穿鞋的話 是可以接地氣 對 把身上一些毒排掉 是 我們孫老師怎麼樣走到 連腫瘤都怕他 這樣就很厲害 都不用花錢 對不對 不用花錢 還可以損花買鞋子的錢 是不是 怎麼走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 要有沒有比速度 要比速度 越熟練就會越快 四 五 六 但是大家手腳有沒有靈活 我常常都在想 那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 我覺得那就是一個 無私的愛 台灣 加油 我的家 是台灣的 台灣真英雄 感動台灣的力量 三立是台灣人工電視台 從本土雜根 向國際人生 為台灣打造一個舞台 替世界開啟一扇窗 堅持原創 追求品質 傳播正能力量 三立秀台灣 是 各樣的 這個 對 Double Cask 撼动上市 我常常手脚冷冰冰 手脚冰冷冬天晚上最难熬了 我都喝养命酒 酒能促进血液循环 让14种药材快速发挥功效 身体由内而外暖起来 我说的对吧 快启动长期调理计划 健康活力养命酒 Airwaves 全新好习惯 开车的时候 随时随地让你觉醒一下 在这里 健康友邦在哪里 我们在三粒财经牌 三粒财经牌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恩赐方 好 今天呢 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未来大家要面临的 这个失聚的海啸 会不会是铺天盖地而来 现在呢 一百人里面有一人失职 那一百二十年之后 哇 可能会四十几万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数字 因为如果你不记得自己的 就像刚刚吴老师讲的 其实周边的亲朋好友 或特别是亲人 他在照顾的时候 其实身心是受到 要很大的挑战 所以大家加油 千万不堂失职 我要请教主任 像最近我去主持一个活动的时候 我突然有一个东西忘记了 我还问说 老师 我刚才记得这个 但因为那个场子是很轻松的 那这样我一下子 没记得 我会要去看医生吗 这个是要挂神经内科 对不对 我需要吗 我们在看门诊的时候 我常常会讲三个东西 比如红色快乐脚踏车 请病人记起来 然后五分钟以后 红色什么 快乐脚踏车 然后五分钟以后再问他 那也许很多人三个 只能记住两个 或者是一个 但是如果真正失智症的病人 他会跟我说 有吗 你有跟我讲这三个东西 有这件事吗 就是整个事情都忘了 这样子是比较典型的失智症 那如果你只是三个 也许想出两个 然后我再给他一点提示 他又可以想起来 那大概只是健忘 大概不是一个病态的问题 好 那今天也就是在节目上面 给大家比较正确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严重 还是要看一下医生比较特等 我们的孙老师就没有这个问题 孙老师我们这样看 像几岁你知道吗 50岁 但是他是70岁 今天看不出来 所以走路真的是有益健康 走得连肿瘤都怕你 老师你看你走那么久 你之前一天都走6小时对不对 早上3小时 下午3小时 你退休了吗 退休 那我们要怎么样走出健康呢 你像你这样走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没时间 怕的人 就是尽量利用你的环境 像我平常譬如说 我坐着或者开车 像我开车我是这样开的 提起来开的 我开车是提 就是尽量找肌肉运动 坐着的时候尽量在这个 这个手把上就撑着 因为我这里有问题 这样一撑就很舒服 直接都是直接的感觉 这个提起来也是一样 你是说你开车的时候都不必 我可以不用踏 踏那个 那你这边就很像无人驾驶 这样很恐怖 无人驾驶 如果是看到说老师开车快响 对 我都无人驾驶 对 都是直接来自于背部的这个 这个影响 他有随时的调整的那种姿势 产生这种运动的效果 而且走每天走六小时 六小时以上 以上 你看走这么久 很多人看到你走路都问说老师 会不会累 注意一下 他说你说只要心不敢就不会累 你心如果没那么冷你就不会累 而且走到我的背部觉得已经通了 是的 一两个小时只是热身 对我来讲只是软身 痛则不通 痛则不通 不然我们都是这样大步走 对不对 可是孙老师有请来我们来看看 这边走路是有节奏的 抗失智手脚并幼 而且哈哈笑 在三的倍数时拍手数 到三六等三的倍数时不要数出数字 以拍手来代替 有一个节奏 是 普通我是这样子 对 因为这个场地的关系 像我走长路的话 对 一二三 四五六 七八九 一二三 这样一直走 然后我心里有一个节奏在 这个节奏很重要 调整你的这个 呼吸 心里的那种 自律 自律 习惯 要复试呼吸吗 还是不需要 那个时候我都没有考虑这些 他自然就会呼吸 他自然的呼吸 呼吸感觉是很正的 都是自然的 这样子 老师都怎么走 好 我是 我不会穿 我给他请管达 我是会穿 比较软底的鞋 后底的保护我的脚 走路鞋就对了 对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有一点拇指外翻 所以我没有办法穿很高的高跟鞋 是 所以我会穿运动那个鞋底比较厚的 保护我的脚步这样子 对 但你走的话大概都是大步走 对 大步走 大步走 你是不是一分钟要走几步啊 有吗 必须要走出多少 几步 没有 我们一般都是用心跳来 对 应该根据自己的 心跳 对 自己的心率 增加百分之二十的心跳 或者增加百分之十的心跳 对 那我的速度是这样 正常走路 一个小时是四公里 快一点五公里 哇 比较快的话就是 快步的话就是六公里 一个小时喔 那个速度很快 对 一个小时 四公里算了 四千公里 所以要依据才 每个人不同的 博士老师这个方法 还有动到脑 对 所以他不是只有 练到身体以外 其实有动到脑 然后有 调解你的治愈神经 所以我想 应该是非常好 这样走的话 早就失智了 真的 对 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有可能 对 因为我身体的所有肌肉 自己都会跳动 对 这样走的时候 没有运动 就会觉得很紧张 一运动的话就好了 全部都松了 感觉 感觉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我的高方病的一个 好像是 这是什么原因 我是不是讲的 反正我就这么做 反正运动 就会产生荷尔蒙 因为现在肌肉 已经算是一种 分泌荷尔蒙的一个 最大的器官了 肌肉不是只有支撑我们身体 而且肌肉有一些脑部滋氧因子 你在运动的时候 也会分泌出来 也会散发出来 对 它会让预防失智 对 所以就是刺激我们肌肉的运动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头部的平常的这个血液 血液氧气要到头部不太容易 因为这里有卡住 这个我觉得就是身体的十字路口 这种十字路口的位置被锁住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我运动量一够的时候 那个位置就通了奇怪了 那那个含氧量就增加了 我们里面细胞本来就是需要这些含氧量 所以它就非常的耐受这个含氧量 那氧增强 它当然就是供应到我们整个细胞 我最后还要问一个 真的要赤脚吗 是不是 真的要赤脚吗 要有心理准备 可是刚刚讲说光脚压的话 那个就是我们讲的是便知体 对不对 它受到刺激 然后让脑部的血氧量会比较高一点 想想看吗 想想看吗 看你如果在田野当中 刺脚在那边滑在这种时候 你不觉得人会很快乐吗 那种快乐就已经增加了 我们脑内的一个分明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是在城市里面 柏油路我就不站成刺脚 万一你又有糖尿病 你刺脚 你又有那个伤口感染 那不是很危险 还有那个有时候有那个睡玻璃 看不到 就在环境上的阻碍 所以吴老师还有医师也都再次提醒了 就是你要走的时候 当然最好就是可以赤脚 可是因为有一些状况 要看赤脚爱环境 就千万不要勉强自己 对 那这样大家都学会了 那如果大家还没有学会 掐上我们的FB 我们把这影片 其实我觉得孙老师的方法 不要赤脚来做都是好 大步手数数 然后数数这样对 对 可是我的话 那因为大街上我不敢这样 但是乡间小路 我会去试试看 因为因为接地气 现在很流行 你要把身上毒排掉的话 你要赤脚去接地气 谢谢孙老师 谢谢孙老师 孙老师 我们南部来到这里 我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车到我们全台湾很害怕 而且是没有穿的车子 怕到我们的癌症都怕他们 我们现在晚上八点 固定的时间 晚上八点 就是有一群人会去走 一万步 没有 全部穿鞋子 只有我跟太太 对 这样子好 现在不是说 请人吃饭 不如请人流汗 是不是 只是说应酬 他大部分都来去走路吗 真的 这句话好 除了走路 还有一个撇步 也要跟大家讲 手指操 吴老师教大家 对不对 现在看电视 大家开始来电视 来 比什么 四七 三六 有点像是官兵抓强盗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比 四 这样好 对 四 七 那有没有比速度 要比速度吗 越熟练就会越快 四 对 四 这样没错嘛 四 对啊 你看 五 六 管用明明 手脚有没有灵活呢 总之我们讲 要活就要多要动 对不对 通则不痛 痛则不痛 对 除了刚刚跟大家讲 第一个防湿方法 还有两个撇步 等一下我们要请 我们的中医 还有营养师 给大家好的饮食的料理 要选比较透 对 比较透 我现在拿这些 这些 就是比较刺激 好 吃好了 刚刚都照了一千尝 有 刚好 忍不住 很鲜甜 对 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 有注意到同一个房间 在不同网站上的价格 可能不一样吗 许法国帮您即使 从250多个订法网站 及APP上 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 你不要再花大把时间搜寻 最后 够做研讨 其法狗帮您显示的 都是同一个房间 不同的报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其法狗 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找饭店 找饭店 吹发狗 百万工程 痰酸痛贴布 聚睡眠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米衣和专家 求救过健康 在哪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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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当当 熊盖用 养生配搏 在哪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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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友邦 在哪里 我们在三立财经台 好看 好学 好实用 周一到周五 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 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N四邦 雪梨双头 麦卡伦 Double Cask 撼动上市 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 有注意到 同一个房间 在不同网站上的价格 可能不一样吗 徐发狗帮您 即使从250多个订房 网站及APP上 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 你不要再花大把时间搜寻 最后不做验讨 TriVago 帮您又快 有点难的找到理想饭店 让您轻松 省荷包 上TriVago 输入你要去的地方 选择入住 退房日期 然后按下搜寻 就是这么简单 点一下 TriVago立即搜寻 数百个APP及网站 并秀给您 时下最夯的饭店 你还可以依照自己的预算 设定价格范围 选择想要入住几星期的饭店 或是按照我们在线上收集 超过11条的住客评分 来筛选 记得哦 TriVago显示的 都是同一个房间 不同的报价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 轻轻松松 与划算的价格 定到你理想的住宿 找饭店 TriVago 我的父亲说 你曾经有一个好男人 你做什么 你做的 班奈伯列克 我有一个保证的生命 复仇与背叛 我会活着 我会活着 烈行人生 1月13日开春动作强檔 好 育房失智 我们要这样做 中西医联合来 击退失智 同时 请到最会走路的 恰咖善 孙老师来教我们怎么样走 那个节奏很重要 刚刚吴老师说 知道之后一定要做 一定要坚持做 常常我们会碰到 知意行难 好 刚刚动了脚 动了手 现在我们可以按这里 对不对 王医师怎么按 这是按百慧穴 对 缓解老年失智 好 怎么按呢 对 在我们的那个 双耳的连线到中心点 现在请大家找 教大家找穴道 对 从双耳的一个连线 到我们头部的一个中心点 那正中央 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很好找 很像交叉的那个百慧 你找到百慧之后 其实无妨 你自己用 对 你用什么指头 什么指头都可以这样 就是按压 按一下 放一下 按一下 放一下 那百慧穴它是朱阳之慧 所以它是能够去接触到 整个天地之间的阳气 然后汇聚在这里 那当然它就是会刺激到 我们整个脑部的一个血流 血流量 会加强它的一个血流量 这样按下去会痛吗 好像没有感觉 有吗 对 会有一点 要有一点点酸酸痛痛的感觉 它的效果 因为我们通常是用针灸 我们会像 像我那个 我们诊所的小姐 常常会气不足了 她有一天比较累 没办法 那我都会说好 那我们来带天线宝宝 那我就会把它扎一支针 带在这边 那针刺进去后 它除了在我们脑细胞里面的去 去修复 去刺激强化之外 那个针就很像那种 接收那个天线一样 然后把那个阳气接收进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 那我们这样按的话 就几下放一下 几下放一次 对 这样就可以了 一天要按 反正有空就按就对了 多做无法 你如果觉得 头昏脑胀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 可以去按它 头痛的时候 按这里有效吗 对 头痛按这里 当然它还有一个 那个风池穴 是在耳朵后面的 这个 这个鼓 顽鼓上面 这个 头痛的话 按风池穴 加百慧穴 就非常有效 今天跟大家分享 都是好看 好学 好使用 都很简单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 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今天防止止第二招 这也不用开心 就是请你 请大家 哈哈大笑 微笑 它写微笑 我觉得是要哈哈大笑 要哈哈大笑 还是微笑 要发自内心的笑 不是那种 微微 不是 尖笑 是不是 或是笑里藏刀 这个都不行 要是发自内心的笑 所以每天不笑的人 比笑口敞开的人 高出两倍 机率得到失智 难怪现在很多来说 你今天笑了吗 可是我看到这个 就因为一般 就一般般 就笑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因为就是 我笑的时候 会有一些快乐荷尔蒙 对 然后你说你不笑的时候 你可能压力荷尔蒙就上来 压力荷尔蒙 像那个什么 Cortisol 就是可体酸 可体酸 它会对太多的那种 对 它会对脑部是有伤害 对 其实忧郁 也是施症一个 临床上的表现 另外忧郁也是一个 施症的危险因子 对 很多研究都有发现说 如果忧郁了病人 他将来发生失智的机会 其实是比较高的 所以情绪度的影响就很大 所以为什么会讲说 喜乐心来是良药 真的 对 那你今天笑了吗 观众表你今天会笑 强迫自己笑 有时候没关系 可是对 老师就不能用 你去 你就是先笑 你就是当你很困 觉得说 心理上的情绪在下降的时候 你就是要马上让自己笑 先从微笑 再强迫自己 再大笑 然后再笑 当你笑出来的那个当下 其实 情绪就放下了吗 就放松了 其实心理要放下 就放松了 下次我们要再请 三种的帅帅医生来 他教大家怎么开口大笑 开怀大笑 开怀大笑 也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没错 所以记得每天都要笑 我记得我们在国小的时候 好像有班会 然后就会拱同学上去讲笑话 对 可是这个同学讲到笑话 奇 要怎么讲 很无聊 奇无聊 急无聊 可是他一开口的时候 大家都笑 因为他说什么 各位同学 我现在讲笑话 请大家现在开始笑 真的 每次讲 而且屡试不爽 他每次只要上台讲这句话 我们大家都笑 对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你一定要笑 好 笑了之后 我们这一锅咕嚕咕嚕滚了 好 健康大乐煮 有请我们王医师 要给大家一道很好的料理 防湿制 喝了会变聪明 来了 来了 今天就是我们第三宝 食疗 中医等一下要搭上吴医师 吴老师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好 食疗 我们要吃的是天麻 姜黄 喝一咖啡 当今天的主角之一 对 但是我们现在这一锅炖的是 应该是药膳 对 药膳 因为在中医真的非常强调 叫做养生之道 也就是说胃病 我们是治胃病 我们最高上层的一个医学 是在你还没有病之前 就让你能够有一些 药食同源的观念 然后来达到你不会生病 天麻这几年 大家讲增强剂它变得比较夯 是 对 它可以改善我们整个 它里面现在在科学的实验证明上 它是含有多种的一些 氨基酸跟天麻多糖 最重要的是天麻多糖 这个成分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整个的 耐受养的一个能力 然后提供我们脑细胞的 血液的一个含量 然后达到一个 能够预防失智的一个作用 在日本的一家 日本支县有一个医院 他们的院长 他们实验下证实 它是可以预防老人痴呆 对 是有一些研究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 来用这么好的一道 能够加强我们脑部 血流量 然后增加脑细胞 含氧量的这个天麻的药材 而且你看药材也很 就是药材很简单 枸杞 当归是不是 对 姜 再来就是你看你要用鸡肉 还是鱼肉也可以吧 或排骨就可以 好 就直接丢下去就对 对 枸杞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非常合跃五脏的一个良药 是上品的药 那当归 它就是能够在这当中 心血 对 血液的一个促进 促进血液的一个治疗 好 那我们炖排骨可以增加我们的一个 钙质的含量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 比较推荐是炖排骨 所以我们今天就已经 你这边有加蛤蜊 最后 蛤蜊 蛤蜊是因为它能够带动我们里面的一些鲜味 然后它还能够增强我们的一些抗体 好 那最后 最后其实 一刚开始其实这个姜 再把它放进去 这个姜就是要助我们的阳气 整锅 这些这个补锅补汤里面 其实这个姜 加入姜 其实我们中医很常使用这个姜 这个姜 它本身就有助氧气的作用 然后可以产生抗体 所以我们是把姜放下去作用 这样加蛤蜊 对 这个一定很好喝 很好喝 对 然后 我们加一点海露聪明汤 对不对 调味你知道吗 在中医讲到调味这个盐 其实咸 咸味它是入肾的 所以又非常符合 我们这一道能够 所以要加一点 对 然后剩它是主藏我们的那个筋质 我们的藏筋 筋就可以输送到我们脑部的这个质 来增加我们的脑部的一些 要加多少 对 大概就是酌量 提味而已 其实我觉得蛤蜊 有放进去 甚至不加盐都有味道 OK 因为它本身就是 对 因为是海 对 本身就有一些钠含量了 这样应该差不多可以喝了吧 对 好 我们帮大家来抢一下好了 真的很好喝 刚刚大家都稍微先尝一口 对 很鲜甜 很鲜甜 对 这样子的一个药食同源的概念 它可以给我们身体很好的营养 那我刚刚我想要再特别批评一下我们的天马 我们刚才讲一下就是说天马 对 大家不熟悉 天马应该有它的等级之分 卡文鲁也不便宜 我记得 是不是 还好 还好 比海马便宜 真的吗 可是要看重 可是没有 海马也是两支就够了 对 但天马可能就这样 因为刚才那个我们是用药包把它包起来了 所以它是融在里面 天马本身感到甘苦甘苦 对 它会有一点点甘苦的一个味道 但是天马它在我们的别名 它有一个别名叫赤剑 象征它天马它是一个镜 它的根镜 它的镜的话会像箭一样的 这么样子的一个挺直 然后它色赤 它的颜色是比较 颜色会比较深一点 所以我们如果一般在讲到天马的话 大部分它会比较属于一些偏黄色 偏褐色 我来问一下 赤色 然后透明大块 这就是好的天马 现在这里有两种颜色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要选哪一种比较好 这个 所以这个 要选比较透明的 对 比较透的 我现在拿这块比较黑的是哪 这块就是比较刺激一点 刺激片 它现在就有参杂剪 有很多等级的 对 要像这样子 它这样子才是 要很大片吗 大片的话它是会比较 要到多大片 要手掌大吗 还那么大片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大片 大概 因为它是切 它有些时候它就是切片的 它就是切片成这样 我们台湾应该没有种这个吧 大家都是进口的 对 都是 那这贵吗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 那个量一天大概要多少 我觉得还好 它的价钱也算是便宜近人 这边是三千 三千就可以吃全家大小吗 对 四千 如果全家这样一锅的话 大概要到五千 五千到五千 这样多少钱 对 价钱 价钱 价钱也能去问一下 贵吗 不贵 真的不贵 它不贵 我两家这样 因为医生可能拍四千 价钱 那我们用 比如说我这一锅 这个料理这样起来 要不要五百 自己煮要够五百 应该不用 应该不用 自己家里的那个 对 大概两百三百块 好 所以这可以适合全家大小 一起來喝这个海陆葱泉汤 好 谢谢我们的王医师 好 观众朋友 那小小方在哪里 那么 赶快的跟他一起合照 放我们的FB 我们就要送给你 这本现在很夯的书 就是为什么要请今天孙老师来 恰恰先生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真的不想失智 就请你走路吧 那走路你可以 学刚刚老师叫这个节奏 那也就走得不会那么无聊 那总之就是要 身体力行 因为知义行乃 所以我们一定要克服 好 进广告 等一下还有很多问题 有人说 那我不吃天马吃 银杏最常被问到 还有呢 英文老师他也有 防湿制的两个法宝 对不对 等一下跟大家分享喔 有了一技之力 体验维恩斯 就在中油快速保养 百万人疯传酸痛天部 聚失眠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迷衣和专家 求救过健康 在哪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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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当当 熊盖肉 养生配搏 在哪里 在这里 在这里 健康友邦在哪里 我们在三立财经台 好看 好学 好实用 周一到周五 晚上九点 三立财经台 健康友邦 让您健康N四方 中文字幕提供 Lokask 撼动上市 红星明目丸 治疗你 眼睛疲劳 酸 色 撈爆油 看不清的痛苦 红星明目丸 汉方醇中药 政府核准 效果有保证 避免眼睛老化 用红星明目丸 得掉啊 让您看得更清更明更有效 中文字幕提供 你有在网上订过饭店吗 TriVago其实帮您从250多个订房网站 及APP上 比较超过100万间饭店 不用怀疑 你可以用TriVago 轻轻松松 以划算的价格 订到理想的住宿 找饭店 TriVago 雪梨双筒麦卡仑Double Cask 撼动上市 好 继续大家动起来 刚才是分享的是海陆聪明糖 真的很好喝 很好喝 而且真的也没贵 适合全家大小 然后 基本冷冷的天气里面 炖上一锅 很温暖 再来呢 你平常上班族 可以喝活力见老茶 这样你的烤鸡 可能应该会不错 需要 需要 hold在那里 都是一个好成绩就对了 好 那有西洋参 远至姜黄制甘草 对 就是四个药材 这一颗有个露秀 对 它的价格就 但是它的西洋参 它的那个 西洋参的价格会高一点 其他趣事 但是在这个茶品来讲的话 它最重要是这个远至 远至 这个远至在神农本草精里面 它是属于上品 那在神农本草精里面 它的一个主制项目 就讲到说 力久俏 益智慧 然后充耳明目 不忘 但但这样子就够厉害了 对 所以它对于我们脑细胞的 一个供应上 是非常棒的一个药材 对 我们平常就是把它加入 尤其以前 像我们平常在烤季 烤生烤季的时候 我们就经常的鼓励 带入这个 所以再加一下制甘草 就会甜甜就对了 制甘草的一个作用 就是因为它密制过之后 它很像我们就是 提供的它的甜味之外 最主要是 它就类似那种葡萄糖的一个 增加我们体内的葡萄糖的一个作用 制过的跟没有制过就有差 对 就有差 对 所以要用制甘草就对 对 这道草会非常好喝 然后非常营养 那是姜黄 姜黄 对 姜黄 西洋生大家知道了 生绝对是补我们的气 对 所以它就会达到一些 整个洋气的工艺它的运作 每天喝吗 要喝多少 对 可以 你就像这样子 大概这样子的剂量 然后你把它煮一壶起来 就是带着 就是一场每天这样喝 有没有分体质 这个倒是都很平和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体质的一个 火气大或者是比较虚寒的人 都可以喝吗 不会 因为它的姜黄 它是可以去做一个血液循环的一个促进 所以基本上它的配方是刚刚好非常任何的体质 都可以服用 基本上我们请王医生来 帮我们设计的就是调配都是比较适合 一般 一般大众 对 一般大众 就比较平民的方法 大家可以喝喝看感觉怎么样 刚才已经有人偷偷告诉我心得了 说他比较喜欢这一锅 聪明汤 会蛮回甘的 会回甘 甘草就是会有回甘的作用 嗯 还不错 其实还不错 因为刚刚我听一锅塞太好了 对 更热一点会更好 对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王医师 好 先请回座 接着我有几个问题要问 吃鱼油可不可以防湿 还有就是吃鱼杏可以防湿制吗 鱼油要请教我们任劉老师可不可以 其实鱼油的研究非常非常的多 正反两面都有 到目前为止真的没有一个非常 就是说好真的会防湿制的一个结果在 对 可是我觉得 它可以降胆固醇吗 其实反而不会 其实很多人高胆固醇吃了 鱼油才把胆固醇增加 对 很多人会以为说吃鱼油 其实鱼油是降三酸甘油脂 因为它有Omega 3嘛 大家就是说是不是可以 对 其实我觉得是OK 可是大家不要对鱼油这个太抱有很大的期待 期待 对 还有银杏呢 银杏里面中药才有 应该是吃的是果子银杏果 可是常常我们都会混淆 所以要是真的要防湿制的话 是要银杏叶 对 是银杏叶 中药它的果实叫做白果仁 白果仁有可以防湿制吗 白果仁它其实是在促进我们的一些荷尔蒙激素 其实也有可能 也有机会 主任银杏一定会常常被人问到 没有错 三不五十多者 大家好像对银杏跟鱼油 那这个可不可以去 那银杏当然就是我们指的 都是银杏业的萃取物 这在欧洲的研究是比较多的 而且比较正面 但是在欧美 在美国或者是在亚洲的实验 特别是在中国大陆 一个很大型的 4万多人的临床试验里面 事实上是没有效了 所以这一部分 家属或病的参务 那你都怎么回答 我想说如果你有 你就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想并不是对每个人都适合 也许某一些人他是有效的 所以你是持 忠利 因为我们都是看研究 其实还倒不如 你说吃鱼油 你倒不如多吃鱼 对 是喔 那我们营养师吴博士 要给大家的是 就是以食疗当中有两个 是 防湿制 防湿制 这个是要 少吃的是在这里 适量补充什么 好 少吃的是什么 少吃就是 少吃甜食 其实真的是要蛋 养成自己口味的蛋 真的不是说乱讲的 不是说只是怕胖 或是怕高血压 其实有研究发现说 他有大概2000多个 大概中老年人 他连续追踪6.8年 然后最后去看 这2000多个有两 有大概差不多 20%的人 会有糖尿病的一个倾向 就是高血糖 另外80%是正常 结果发现这20%的人 他的脑部的认知 他是真的是比较不好的 所以爱吃甜食的人 对 然后再来就是大型鱼 这个是比如说鲨鱼 这我们只是举例 就是大型鱼 对 或是鱼鱼 如果观察就是说 他也是到快要1000多人研究 然后就发现说 如果一个礼拜 吃了三次的大型鱼 然后会发现 他血中含拱量会增加 对 重金属 这是因为 对 重金属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如果说你要吃鱼 去吃那种小型的 小型的 然后他比如说 青鱼 秋刀 秋刀 那种它也是Omega 3高的 所以可以 你看两好三外球 这是少吃的嘛 那两好就是姜黄跟黑咖啡 这两个很有趣 你看我刚刚看 就发现我跟那个 王医师 我没有串通好 美女所见略讨 我们今天来学的一样 对 像姜黄的话 其实有流行病学观察 就是说那个 印度人 印度人他们失智少很多 对 对 就在新加坡地区的 印度区跟非印度区 对 有滋 咖喱 跟梅滋咖喱有差 其实最近我们中研院 也有做研究 就发现姜黄的一些衍生物 就是他们姜黄里面 一些萃取的东西 它对于脑部 可以把一些 比较有毒的蛋白质 它会把它移掉 所以主任这样听起来好像还蛮认同姜黄 是吗 对 因为这部分的研究 我有参与部分 所以看起来就是 它的几种的衍生物是特别有效 对 但是我们要做到人的实验 可能还要再去争取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平常就是用姜黄 保健 保健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生剂 生剂端的一个产品 我懂 但是我们就是 以一般的一个 食疗的一个方式 代入 其实我就觉得很好 黑咖啡好 黑咖啡 我觉得咖啡慢慢被 洗掉 它在污名化 对 就黑咖啡的话 其实日本的养生村 就发现那些老人 如果喝黑咖啡的习惯 它失智的比例 会下降两成 对 不过黑咖啡 就是还是它有量 不要想说 它防失智就拼命喝 建议大概一天再两杯 不要吃过 大概多少 300cc 差不多 这是黑咖啡 其实王医察告诉我们 大家两个会常常说 乙行补行 你说这也该熟 其实大家也可以多 也可以去 不论是多 因为多是会胖 因为我看到 我看到我们的 有健康 有方他有准备了这个核桃 对 你们看看这个核桃 是不是跟我们脑部的这些 构造 构造 是不是很像 是不是很像 造人 对不对 这个核桃它在古代讲 它有一个别名叫做万岁子 什么叫做万岁子 就是你可以活到万万岁 那为什么 有人测试这一斤的胡桃 它大概所摄取的营养成分 会相当于吃五斤的蛋 吃四斤的牛肉 九斤的牛奶 他一定要吃到一斤吗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它的那个营养成分是很高的 然后它在中医来讲 它又是非常好的一个补肾 的一个产品 适时来吃下去 因为吃多人会胖 所以是油脂类 它对大脑神经是有帮助的 好 最后我要请 我们现场的朋友 包括导播要考大家 刚刚主任说看诊时候 都要问他的病人三个 什么 你们记得吗 快乐 什么 红色 快乐 什么 红色 快乐 脚踏车 脚踏车嘛 是 是 是 没错 这老师你没说 你知道吗 红色 快乐 脚踏车 这表示我们都 因为我们刚刚有喝那道补汤 也也是有喝这补汤的关系 对不对 这都加分加分了 总之呢 这个失智呢 我们一定要提前来做